一顆顆藥品帶回家 卻不能保證按時吃完 根據藥室公會調查 民眾用藥平均只有一半被吃掉 造成醫療資源浪費 健保署研擬從調整費用下手 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 安眠症境用藥 有名的就是史蒂洛斯用藥 一個人一年可能領到數萬科 這樣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健康危害 民眾就醫時除了自負門急診 部分負擔外 也需依照藥費多寡或檢驗項目 自行負擔部分費用 藥費最高上限不超過200元 未來針對醫療端 也將加強審查重複用藥 健保署強調使用者付費 不過民間團體認為 開藥決定權掌握在醫師手上 一旦費用增加 可能造成醫病關係更緊張 醫師開越多的檢驗檢查 開越多的藥 我們論量計策的情況下 又醫師可以申報更多的錢 那所以我們不從這個誘因 去管治醫療院所 怎麼樣提供合理的檢驗檢查 定好幾副標準 改善資訊不對等 官方和民間都認為 因落實雲端藥力 讓民眾能自行檢視用藥情況 再來討論費用調整 才不會引起過度反彈 白新聞台 林裡健寬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